這裡有一個刺激又好玩的城網鎮 無論大人或小朋友都玩到不亦樂苦 想享受冷氣就一定要有室內的攀登場 這裡還有室內的射箭場 年回憶、看樂棋 幸好我都補高味道 不用入金幣的籃球機 無限唱棋,重點還要很多新歌 最重要是賺了全日子 雖然26元,12歲以後是13元 今天你都陪我去里圓門公園度假村玩吧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嬌仔 今天我們再次來到收基灣站 但熱天時,港同說不想行山 行,今次就讓他們享受冷氣 遊走里圓門度假村吧 里圓門度假村的地理位置 雖然有點夾攝 但放心,它每日定時都有穿梭巴士 在收基灣地鐵站C出口對開的位置 接送營友去度假村 大概坐了10分鐘車 我們就到達了 一下車就見到一望無際的隔離營了 真的見到都不想住 下車後,在你前方右邊會有一條斜路 我們沿著斜路一直往上走 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接待處 做完登記之後,我們馬上可以玩了 實不相瞞,其實我已經有幾十年沒有來過里圓門度假營了 我還記得上一次來是六年級畢業 那個畢業營真是畢生難忘 因為當時未回生的營地非常殘舊 尼曼著一種很恐怖的感覺 那些同學還在不斷說鬼故 說你圓門度假村有很多真人真事靈異事件 其中有個關於一毫子的故事 我到現在都還幾億猶新 話說在2001年的時候 音筒柱就扮了一個音樂營 安排了一班學生在這裡縮營 其中一個同學因為他玩得很晚 所以半夜三間才出去洗澡 洗完澡,他就回到房間問其他小朋友 剛才洗手間門口那個小朋友是誰? 這麼晚還在? 誰知道沒有同學回答他 他都不以為意 去到第二天,他們在餐廳的時候 又談論那個小朋友 誰知道那個餐廳的負責人就問他 那個小朋友是否拿著一毫子 跟著那個同學就說 咦?那我又沒有回意 負責人就跟他們說 你圓門度假村前身是個軍營 有一個小朋友就曾經被殺害 臨死之前,他還緊緊地拿著爸爸給他的一毫子 後來軍營改建成為度假村之後 很多人在營地不同的位置都見到這個小朋友 拿著那個銀仔到處玩 見到他,記住假裝看不到他 說完鬼故,嚇完你們 是時候出發尋找城網鎮 這個旅程我最期待的就是這個活動 事關這些城網鎮真的不是到處有得玩 而且感覺上也非常刺激好玩 所以我們一到步就立即檢查時間過來排隊玩 提提大家,因為城網鎮每天都有限定的場次 所以必須要在場刊看清楚開放時間才好過來排隊 好,現在馬上去片 看看我們這群精銳的部隊如何成功挑戰城網鎮 好緊張 哇,不停抖啊,過不了,過不了,有扯著上面的繩 我想說,初時走的時候雖然困難重重 大家都走到腳鎮鎮的 但經過教練的指示之後,大家都越走越起勁 後來還見步如飛 事後我問他們兩兄弟 他們對於這個滿有挑戰性的城網陣 都留下深刻的回憶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帶小朋友過來體驗一下 而且不說大家應該不知道 來這個營地的體驗價是大人$26 12歲以下的小朋友是$13 所以以我們一家四口為例 兩個大人加兩個小朋友 玩足一整天都只不過是$78 真是又好玩又抵玩 玩完城網陣之後 是時候要參觀整個營地了 鯉魚門公園度隔村位於港島的柴灣區 可以遙望鯉魚門海峽 佔地22.97公頃 曾經是鯉魚門軍營的一部分 營裡多座的建築物 已經被評為歷史建築了 有部分更加被列入為香港法定古蹟 整座道駕村有四座家庭營和兩座團體營 總共可以容納282人 而它裏面的設施都應有盡有 城網陣、草地足球場、戶外籃球場、網球場、單車場 室內攀石場、卡拉OK、射箭室等等等等 由於周圍的環境都相當漂亮 所以我忍不住狂打卡 還耽誤大家去玩的時間 我們原地雜步 首先玩第十座 現在第一站就首先去乒乓球場 我們很幸運 今次不僅只有我們一家四口去 這些地方絕對要幾十家人一起出發 這樣才夠過癮 我們一時高手過招 一時又玩下超級無敵乒乓球 大家都玩得不逆樂苦 第二站室內運動攀燈室 老實說我覺得這個攀燈室簡直充滿驚喜 第一,這裡有相當充足的冷氣 第二,攀這些石原來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只要偶一筆腎就會好像小孩一樣 整個大冬瓜般滾落地了 話口未完而已,小孩又跌了 再接再來,再跌過 在哪裡跌低,就在哪裡爬上來 弟弟,你厲害 哈哈哈哈,別開玩笑 以大媽來說,我算是爬得不錯了 這裡簡直是滿滿是挑戰 真是比我想像中的好玩 由於今天入營的人不是很多 我們直接可以霸佔整間房 真是好過癮 只是轉頭而已,我們又去了01間房 哈哈,老實說 石漸也是其中一個我很想玩的活動 玩之前首先要聽一聽書 先學習一下怎樣駕馭工和箭 其實不是想像中的那麼難 而且即使你沒有聽書 導師都會很有耐性地教你 再來溫馨提示 遮箭和承網陣都是一樣 有固定的長廁 所以必須要留意長巷上面的開放時間 玩完小第十座的設施 我們沿著斜路往下走 尋找第十七座A 在這一座,我找回自己的童年 很低能 年輕時經常聽人說要去玩看樂棋 我心想,用什麼生長水園去這裡玩看樂棋 平時問句譜 買一副看樂棋都是幾元一副 後來才知道 原來要玩看樂棋 是這種看樂棋 說真的,現在想玩這些看樂棋 都不知道在哪裡可以玩 當年,我都奉獻了很多錢在什麼樂園 其實我都不明白 去籃球場明明都不用錢 我都會瘋狂地唱錢去玩這些籃球機 可能因為太喜歡 最後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什麼樂園 真的很瘋狂 現在可以不用錢 又不用進去工作 都可以瘋狂地玩 當然是厲害玩特玩 又是那聲年的玩意去K房 想當年唱了無數LunchK 通宵K 令人懷念的芝華士加綠茶 大話式這些 生活真的很微難 這裡無限唱機會真是超爽 不用趕著按停唱制 玩到尾聲的時候 我們發現原來還有一個桌上足球室 熱愛足球的小火招 當然要上去裝裝是什麼 卓上足球是什麼玩法 不要做整理之外 一刻上去看看 我即是讀過足球版 自己做那顆棍 社波士要不要加上顏色次序 我真的很認真 在網上查一下怎麼玩 結果什麼資料都查不到 究竟怎麼玩呢 如果你們都懂得玩 可以留言教一下我怎麼玩 那個差點 那個 我已經不能玩了 紀錄人生有一點一滴 他整天都教我的 人生未必一定要有很高的成就 我整天都覺得是安慰我的 事實可能真的是安慰我 不過人生真的錯完一關又一關 關關難過都關關過 好啊 開心自助其實真的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都喜歡開心自助 到處玩 記得訂閱讚好留言頻道 下次你再陪我到處玩 拜拜 拜拜 其實是靠這支餅 我覺得好是 挺有 好好玩 真的 真的